那么快 将比赛用的选手衣一件一件整齐叠好 只要老师需要协助 校内的孩子马上主动帮忙 乖巧程度让人惊讶 而这幕后推手全是这台扭蛋机 其实那时候是想在学校放一台 用来做奖励制度 学校有很多 比方说我们有推行扇形小卡 只要小朋友挤满就可以来扭 或者是在班级里面表现好 经过老师同意也可以来扭 或者我们学校有推行相关的活动 要写学习单 或者是其他之类的资料 如果小朋友做得好 我们都用鼓励他来扭 里面就有几条 打开扭蛋看看里面有什么 除了糖果之外还有礼物兑换券 而老师身后的大橱柜 还有这一袋袋由家长捐的小礼物 都是鼓励孩子的动力 是家长买来送的吗 对有的是家长 有的是我的朋友看到 也是很认同 就会买来送给我 之前有放一颗校长说 他也很想参与这个活动 他就叫我把那个扭蛋机 扭蛋里面放一颗是 跟校长共进午餐 就有一个小女生有抽到 我那次我也赞助一辈四二兵 他就到那个校长室去 去跟校长共进午餐 那个小朋友非常非常的高兴 只要当乖宝宝就可以扭蛋 是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就是下课的时候来这边帮忙做事情 然后呢 然后就可以扭蛋 扭到什么 拿着吹泡泡的 所以心情 很开心 就假日的时候就可以拿着那个去外面玩 所以下次还要 还要再来扭蛋 就是帮整理学校的一些资料 那你转到了什么 我转到一个还蛮好用的跳绳 还不错用 有跟家人还是朋友 有一起玩 跟同学下课的时候可以一起玩 那同学有很羡慕吗 有 他们怎么跟你说 他们就说好好 下一次我也要来帮忙 上课认真听讲 用心学习几点数表现良好 成绩优秀 只要有老师推荐 孩子们通通都能免费扭蛋一次 主任也说到目前为止 全校几乎有一半的孩子都扭过了 而这么有创意又能鼓励学生的奖励方式 现在也在台中许多学校悄悄流行 成为新趋势 简军台中采访报导